并且保护自己的摊牌价值 他的手牌并不足以到强盗 对对手前置位的check race进行一个bet call 那么选择稳妥的过牌 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可以看到番茄是一手勾勾遇上了KK 同时还带着圈圈 那这里我们的changton sue是比较的好运 他的勾勾应该会在后面两位玩家打起来之后逃跑 对于我们的trutella形象比较松 他直接选择all in 直接选择200万的all in 刚刚好cover了对手抛发 这手圈圈面对一个这样的all in是特别的难受 哇 楚天来这个一手直接all in打得非常的飘逸 直接不给对手任何的空间去解读自己的手牌 他就是想要去通过自己的机场牌里直接打一个all in 去抓一些对手很难盖掉的圈圈 他的价值范围是非常的少 大多数情况下他可能只会得到一个收底的结果 这里正好被他抓到了唯一一手能对他这个牌面造成一定的困扰的 我们的破发200万的筹码 如果是后面的短码摸到一些小牌 他有可能会以一些勾勾或者A圈去进行一个跟注 试图让自己筹码翻倍 但这里给了抛发非常大的ICM挤压 他这里不一定能fod掉 如果能直接fod掉这手圈圈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他果然是没有fod掉 他还是选择了跟住他的圈圈 这个时候他的筹码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看一看我们的翻牌 他现在带到了四张十和两张圈的奥子 依然是六张奥子 这手牌将决定谁会拿到一个大筹码 并没有发出来 并没有发出来 我们看到我们的Gitela在合牌击中三条OK 是顺利的淘汰了我们的破发 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这样子一个马良遇上了这样子一手翻前的直接 是All-in的操作 可以看到我们的除铁了真的在翻前打得非常的激进 我们能够找这波 ポップ 可以看到这里 抓价值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因为我们的Dutella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形象比较差 对手如果有一些短马抓到一手好牌 是会选择去跟住他 他说这里如果是没有bubble的话 不是bubble time是一个秒跟 那就是因为在泡沫期他思考了很久 但还是觉得要进行一个跟住 我们的泡发也是一个志在冲冠的男人 我们通过这场比赛已经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泡发的技术完全不弱于一些狗外的顶级牌手 一些西方的顶级牌手 可以看到他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很多次精妙的加注Value以及气牌 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前置位的多条街过牌的射陷阱 经常可以抓到非常好的一些契机 埋伏到对手 那这样子我们的Tutellers拥有430万筹码 一跃成为我们场上的chip leader 这手牌三位玩家进入到一个limp底池 直接顶对的下注收下底池 那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深马 抛发是直接倒在了我们的抛墨圈 成为我们的bubble boy 那目前场上的4位玩家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至少400多万港币的奖金 排在第一位的是我们的Temophie 也是我们的Tutella 本场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 传奇扑克2019年季州战超高额买入豪客赛 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在之前进行的比赛中 Justin Bonomo David Tom Jason Kuhn 以及我们的Michael Souza 都分别获得了边赛的冠军 我们主赛是Adams 拿下了主赛的冠军 盆走了3000多万港币的奖金 这场比赛奖励圈是4个人 也就是剩下的这4位玩家 我们的冠军将会拿到超过1000万港币的奖金 我们的冠军 在这里面对一个165千的下注 我们的警守 Justin Sto应该是会选择盖牌 他手上没有任意一张方片 并且在77圈的面 他的90也造成不了任何的卡升听牌 只有在转牌发到一张8或者一张钩 才能加强他的牌力 我们场上蓝色的积分牌是每个25000 深咖啡色的积分牌是10万 橘色的积分牌是5000 目前我们的前注是3万 底注是6万 我们的主的传牌比较 我们的主帖又拿到一首A k 选择跟住 我们二人双位的归球 还有40个前注的积分牌 他可能这里在思考是不是要做一个挤压 那么可以看到 哎呀 那他的挤压是撞到了钢板 面对这样子一个128万的all-in 我们的球切了是可以做一个轻松的跟住 并且由于ICM的压力 我们后支位的Tron Thompson是肯定不会选择跟住的 这里可以看到他在K时 选择all-in几压 撞上了AK 并且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的马来西亚玩家已经缝掉了一对石 那么他的石的出牌只有一张而已 如果拼击中的话 他的K是没有用的 那么也就一张石 那么只能期待flop能拉出来勾圈 我们可以看到 那屏幕上显示他是有七张奥子 但其实是只剩下五张了 目前的九沟都能为他们带来chop 并没有 那么我们的ReikiMove是遭遇淘汰 倒在了本场比赛的第四名 也恭喜他得到了418万港币的奖金 应该目前港币对人民币的赔率是 差不多汇率在0.85左右吧 还是非常的丰厚 接近400万人民币的奖金 418万港币 谢谢大家 可以看到我们传奇扑克的冠军奖杯是跟传奇扑克的火花logo 非常的相像 这场比赛目前还剩下三位玩家 目前三位玩家筹码的比例依然是我们的Tutella最高 Tutella目前拥有接近六百万的筹码 又拿到一手K圈杂色 选择在这里加注 在目前情况下他可以用很多牌对后指挥进行剥削 我们的Flink现在拥有三百八十万的筹码选择在UTG的位置 他直接盖掉了他的勾气 没有选择在前之位玩 两位玩家都又放弃了手牌 看来我们在装位的Tutella给了他们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我们在装位的Tutella封留意 可以看到我们比赛需要很多的耐心 这里为我们的flink来到了双头听牌 两头听顺 我们的tretilla是拥有一个卡顺带花的脚牌 他用他的六七黑桃在这里选择一个下注 他用他的两头听顺在这里选择一个加注 那这里面对一个三十七万五千的加注 后手还是很多的情况下 他应该还是会选择跟注 因为这里的抵制赔率实在是有点太好了 对手后手筹码给了他很高的隐藏赔率 他选择跟注 在确保对手的后手筹码足够隐藏赔率的情况下 继续选择过牌 我们的flink在这里 两头满胜 他会不会去看一张盒牌呢 如果盒牌来到一张黑桃圈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继续在这里选择一个小的架主 在一个九十万的抵制中下注三十万 给了对手一比五的赔率 一个三十对一百五十的赔率 那这里我们的除车来应该还是会选择考虑做一个跟注 他同时也在计算对手的后手筹码 看看如果他在这里做一个加注的话 对手有多少的棋牌率 但是这里的一个加注可能至少得超过一百万 同时也不能大于一百五十万 因为如果大于一百五十万的话 面对对手的surf all in 他是必须要call的 会直接套吃 大致会是一个一百 应该是个一百到一百三十万之间的筹码 我们的除车来打的是非常的激进 果然一个一百二十五万的一个加注 他的数学是非常非常的好 超过了一百万的加注 这是一个给予对手极高气牌率的有效加注 同时也避免了自己加注到超过一百四十万 而陷入一个套池的阶段 可以说这里只有非常非常窄的一个加注范围 非常的完美 不愧是曾经被称为澳门之王的男人 根据一些排手圈的一些一些闲聊 可以知道在高额圈有一段时间 球体来是被很多老外选手 一些西方的玩家称为线上线下的一哥 也就是说曾经在一个水平非常高的圈子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认为 目前在桌上的这名戴着帽子的玩家 是这个星球上打的最好的扑克玩家 没有之一 这里我们的球体来又拿到了一手口袋对圈 加注到十八万五千 那这里我们的窗窗四六又是撞了一次圈圈 看一下这个接近四六开的对抗 这是一手 这个flop拉出来 那对手是目前只剩下三张A的奥子 同时也没有任何一张草花 那么也没有后门买花 为他的击中 多带来了两张十的奥子 目前有差不多百分之十八的赢率 成功的顶住 那么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选手 是赢得了这场比赛的季军 同时也收获了六百二十六万港币的奖金 可以看到 这是他们的朋友 这是他的朋友们 这位手臂受伤的玩家 就是之前拿下 一场边赛的马来西亚选手 MICLE SOIZA 那比赛进行到一个单挑阶段 由我们的ROBERT FLINK 迎战 我们的CHUTELLER 他们的筹码比例是8比3 我们的主推了 从刚刚那时候 125万的加注 就可以 非常的看出水准 一个至少100万的下注 封顶150的下注 堪堪拉在最中线 非常的完美 我个人对于他 刚刚那个125万的下注 是非常非常的欣赏 也是非常的佩服 我们排手目前稍是休息 马上将为大家带来 最为精彩的冠亚军单挑决赛 从我们的宣传边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传奇扑克 会于黑山共和国的赛场 在今年的5月初 传奇扑克将会为大家带来 2019年的第二场超豪赛 超豪系列赛 届时将会有很多国际一线的排手 和富豪 到黑山共和国参与比赛 敬请期待 好 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敬请期待 很时期待 我信明 desenvol 獨立 Wykin would shove weak hands because he's so short Flank will make the call for 410,000 We'll get two folds behind him And Wykin is at risk In huge trouble Close Close huh Yeah probably not in 10 But it's close Better than what? It's in 10-10 vs Jacks Why Jack-Jack? 8K 7-8 better bro Okay 8-9-10 You want the Jack on 10 No 8-9-10 Jack is better than So Wykin needs an 8 to stay in this tournament River card is the 10 That gives him somewhere else 10-9-8 River card is the king And Wykin young eliminated in 6th place We're down to 5 and on the literal money bubble One more player One more player And everyone will be guaranteed half a million dollars It's 1.9 Chun Tongseo's got pocket queens Let's raise it up 150,000 Ace queen Ace queen for Timofei Kuznetsov How much are you behind? One place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much his opponent ha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much his opponent has Just gonna call here I like it Chun hasn't been getting out of line too much So might as well take it slow So this is a big flop for both players Chun's got an over pair A straight draw He's going to check Kuznetsov's got ace queen Double gutter going to check as well Turn card is the 6th It's the 1 blink in the game 7 would have put a straight forward of 9 When this opponent checks back Chun's got to feel pretty good about his hand So he is going to reach for chips Trying to get some value out of like Jack x 10x Anything 125,000 chip bet In the 가능 It's not that Action is on Kuznetsov trying to decide can he raise here because this is a small bet he might think that Chun only has one pair and won't be able to put some defense up just going to call he's a little bit afraid that he won't want to fold your card is the ace so he does get there does go check check and Chun is going to lose that pot so Chun's got pocket jacks going to limp wow Kuznetsov's got pocket kings and Palfoy's got pocket queens and we're on the money bubble jacks queens and kings only playing five-handed this could be some big trouble action is on true teller Timofey Kuznetsov just going to shove all in wow this is such a tough spot for Paul Fall if Paul respects the ICM this is going to be very close for him he knows that Kuznetsov probably wouldn't shove here without at least queens ace-king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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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gh annoying spot here for Paul Fall can he lay it down this has got to be one of the toughest decisions of the tournament the bubble is for $500,000 plus if he calls here and is wrong he will bubble the tournament Paul Fall it's about almost two minutes in the tank makes the call and Chun is going to lay down jacks Paul Fall is at risk on the money bubble going for the win 4.2 million chips in the middle as you can hear it is a close spot but he still has three cards to come on the flop Jack 9-8 Paul Fall can hit a 10 to make a straight no Chun would have made top set no turn card is the ace Paul Fall has got one more card to go okay pay queen queen or 10 you voted no no card is the king and Paul Fall is I call this queen it's going to be eliminated hmm how do you have jacks then ouch jacks 1.9 jacks jacks he was shot 2.1 yeah 1.3 jacks so they are counting down chip stack tough don't know what to do it's pretty tough thoug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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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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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为大家带来解说的是 传奇扑克2019年季州站 超高额买入豪客赛 系列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报名费为100万元港币的 100万港币买入短牌赛事 这次传奇扑克的季州站 举办地点是在季州岛的神话世界度假村 蓝鼎娱乐场 这场比赛也是主赛之后的一场加赛 同时也是传奇扑克在季州站的最后一场赛事 那么结束了这场比赛之后 我们将会圆满的结束 这次传奇扑克在季州岛的季州站系列赛 而在之后 5月初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 2019年传奇扑克的第二场超豪系列赛 届时的举办地点将会在欧洲的黑山共和国 那这进入单挑的玩家里面是有Timothy 也是Chutella 然后呢面对的是Flink 也是这桌两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这个单挑赛事会维持多久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Timothy Kuznetsov 现在前驻是268个 那这里的Robert Flink是102个前驻 现在前驻是3万6万 那连Chutella这样一个大神在这奖杯 被放在桌上的时候 也都瞄了一眼 任何一个强者都对冠军奖杯有无限的渴望 那这也是我们进入第九天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解说 希望这一周陪伴我们的玩家们喜欢我们这边的赛事解说 这个星期是由我Selina Ling 林沛菲和阿童 还有大亨为大家做的解说 可以看到进入单挑阶段之后 我们的小筹码 短筹码的玩家会尽量的多做一些跟注 去看翻后 寻求机会 我们的大筹码玩家可以去做一些 比较高频率的一些剥削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Chutella在这里翻前 用一手勾巴铜色 加注到18万5千 在装位的时候尽量的做大底池 给对手更加难以游戏的一个 果然对手是直接选择了棋盘 那我们应该看见Chutella在这单挑的情况下 也会打得非常激进 他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短牌里面非常出色的一位玩家 可以看到任何的扑克游戏都是出类旁通的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坚决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边缘牌 不给对手任何一点赶超的空间 接近75%的总积分牌 这里我们的冰尸 是加注到14万 利用后职位的优势选择跟注 来看一下这手翻牌 没有任何一名玩家有击中 那么目前可以看到处于后职位的玩家 应该是拥有非常大的优势了 取得了现在又有位置优势 又有筹码优势 这边Flink选择过牌 取得了在后卫也选择了过牌 那这张牌带给我们Flink的是 一个后门花加后门两头顺的一个抽牌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会选择一个领先下注 去弥补他抽牌不中 球杰勒试图让对手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管理松懈下来 对他做了一些 对他做了一些言语上的攻势 把对手的严肃的表情给累松 其实很多时候在 灌热精单挑的时候 可以看到场上的选手气氛都比较凝重 这个时候一些简单的言语 是可以去打破对手的气场的 并不一定对对手的技术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很有可能在心理上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这边我们看见两位玩家手持都是同样的牌 在这个转牌上 都是买两头顺 在Jutella下入情况下 这边Flink选择气派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这里枪口位 看见Kuznetsov 直接架注到20万的几分牌 这里两位玩家都拿到了一个比较优势的范围 这个范围 出来是996的面 这边Kuznetsov过牌给Flink Flink选择下注16万的几分牌 我们的直接是利用他的K权两高张的牌 进行一个跟注抵抗 那这张转牌的8帮了Flink很多 我们看见这边 他现在是有可以买两头顺和花的组合 那也可以让他继续下注 在这边他选择下注30万的几分牌 对手是直接盖牌 他说是张非常好的转牌 可以看到他没有说谎 的确是真的非常好的转牌 可以说是整幅牌对他而言最好的一张牌 可能是JX7 那这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手持都是非常强牌力的 这边我们看见Flink拿的是AK 然后呢Chutela Kuznetsov是一对勾 那这里经过Flink跟注6万几分牌 这边Chutela选择加注到25万的几分牌 然后这边Flink all in 然后马上听到了Chutela Kuo 这手牌会不会是这场比赛的结束呢 如果这里我们的Chutela是成功的顶住了这次对手的all in攻势 那么他将会得到这场比赛的冠军 而同样如果我们的Flink可能是从这手牌得到double 也一样将会取得领先 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翻牌 那这样子的话 给了他7张out的出牌 这手勾勾对AK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二场线下锦标赛 当时打到单挑阶段 我也是一个AK跟对手的勾勾打到了拳下 最后合牌出了一张A 拿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 那这边我们看见Flink继续可以帮助他的牌 是任何A K或者一张8 来看一下合牌 合牌没有出现任何一张出牌 那我们这场比赛 我们的Chutela拿到了冠军 同时也恭喜我们的Flink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亚军 看到这场比赛的短牌结束得非常快 他的第二名亚军的奖金是974万港币 恭喜我们的来自瑞典的Robert Flink 也同样恭喜我们来自俄罗斯的一哥Chutela 也同样恭喜我们来自俄罗斯的一哥Chutela 是我们拿到第一名1460万的奖金 然后呢也恭喜他 我们这一般这个传奇扑克里面很少会看见Timofei Kuznetsov出来战就是打这些赛事 所以非常的惊喜看见他也在打两个赛事中 可以拿下其中一个的冠军 也恭喜他 我们来自俄罗斯的一哥Chutela 我们来自俄罗斯的一哥Chutela 那大家不要忘记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再会跟大家见面 那那时候会是在黑山那时候我们是办12天的赛事直播 然后呢是从5月4号到5月12号给大家带来现场直播 那时候呢是准备放一半的一周的长牌 然后呢接下来是一周的短牌 那观众们不要错过 这次解说是由我Selina Lin 林佩菲 阿童和大亨为大家做的 然后呢这边是传奇扑克 2019年的超豪克赛事系列 下回见 好 那么就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传奇扑克在基州站的2019年超豪赛 也是完美的落下帷幕 大家下次再见 下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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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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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